香港電台 金庸武俠天地寺 雪山飛湖 金庸武俠天地寺 胡世兄還說 他說這裡這麼多人 個個都跟他有仇 是差在仇心還是仇淺 但是他恩怨分明 深的就報深些 淺的就報淺些 他不想殺錯良民 他還叫我問你們 為甚麼一起來到冰天雪地的關外 是不是要聯合來對付他 不是… 我恩某人從來沒聽過雪山飛湖這個名字 那跟他有甚麼仇怨 更加不會聯合來對付他 那要你們自己才知道 當然 我屠百歲自問沒事跟他過不去 對了, 屠百伯 侄女有件事不明白, 想請教你 你儘管說 剛才平四爺說 胡一都伯伯請寶樹大師 轉過爹三件大事 但是爹就沒有跟我說過 屠百伯你就說知道其中原位 不知道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苗姑娘 這件事就算你不問 我也要說出來 因為這幾位天龍門的英雄 冤枉我兒子 害死田歸龍親家 甚麼呀, 冤枉你們 沒錯 這件事 如今我說出來 請大家評下是非曲席 那好到極了 因為我們正想向屠寨主請教 好, 那你們聽著 我是年輕的時候 就和田歸龍一起做些無本生意 你胡說 我師父是武林浩傑 你居然敢生安白做 侮辱老人家的清語 甚麼 你看不起綠林好漢嗎 我們開山立寨 憑著一刀一槍來賺錢 比起你們的漢家胡軟 保鑣做官的 不是更好得多 屁, 你還說 屁, 師兄 別吵了, 聽他怎麼解釋 我和白瑞自有身在陸林 打家劫舌 從來未曾隱瞞過一個字 大丈夫敢作敢為 我甚麼都不怕 是的, 爹都說陸林中 有很多英雄浩傑 誰都不敢小看 陸伯伯, 田叔叔的事怎麼樣 曹雲琦, 你聽到嗎 苗大客也這麼說 難道你比他厲害 我免得跟你吵 田歸龍在年輕的時候 和我一起做過很多大案 我一直都是做他的副手 那到了他成家立室 他才說改邪歸正 他如果是看不起陸林中人 為何又肯讓他獨生女 許配給我兒子 這樣也是 不過, 說話雖然是這麼說 其實他和我結成親家 是另有苦衷的 他無非是想塞住我的嘴 想我幫他隱瞞一件大事 甚麼事 那天, 田歸龍和范幫助在倉州 折胡一刀夫婦 我亦在場 胡一刀在車上發出金錢錶 很多人被他打中穴道 其中一個就是我屠百歲 你們不用笑 還有, 後來胡夫人用絲帶連人大刀 在屋頂拖下來的就是我屠百歲 苗仁鳳大罵那幫人是膽小鬼 其中一個又是我 不過當年我就沒有流蘇 頭髮還沒白 和現在不一樣 胡一刀夫婦臨死的情境 如在目前 正如苗姑娘和平雅四所說 寶樹大師所說的是大話 至於苗姑娘所問 苗大俠如果知道胡一刀 並非是殺父仇人 那為甚麼還去找他比武呢 是呀, 為甚麼呀, 陶伯伯 相信各位都會這樣想 以為寶樹一定心懷惡意 沒有把胡一刀的說話 說回給苗大俠聽, 是不是 如果你們這樣想就錯了 當時他無非是一個衣鐵打的大夫 他哪有膽在兩位大俠面前亂說 他的確是依照胡一刀的說話 去說那三件大事 但是苗大俠就聽不到 為甚麼 因為嚴姬去到大屋的時候 苗大俠有事外出 就由田歸農接見 那嚴姬就一五一十 說了給田歸農聽 當時我在唱 所以我聽得很清楚 那田歸農聽完嚴姬說之後 就對他說 知道了, 你回去吧 我會告訴苗大俠聽 你看到他的臉都不用再提了 如果胡一刀問你 你就當面告訴給苗大俠聽吧 那你又叫他買定三副棺材 兩大一世 免得到頭來大家破費 說完就打賞三十兩銀給他 嚴姬看錢份上當然是照辦 爹之所以再找胡伯伯給武 就是因為田叔叔沒有幫他說那三件事 沒錯, 但他為甚麼不說 田叔叔對胡伯伯心懷仇恨 所以借爹對手來殺他 你只是猜到一半 他還想借胡一刀雙手 殺你爹 有這樣的事 沒錯 寧尊咬斷他的功 當眾辱罵他 一點面子都不給 我一向知道田歸農的性格 他因爲面目無光 所以就痛恨苗大俠 更甚於胡一刀 他交了一盒藥膏給我 叫我想辦法 塗在他們鼻目的刀劍之上 老實說 你這些不見得光的事 我不單止不想做 而且我也不敢做 但是不變為硬 於是我就交了給嚴姬代辦 是這樣的 沒錯 其實各位應該想到 胡一刀這麼好武功 如果是種普通的毒藥 怎會馬上死 何況當時 嚴姬無非是一個鄉下的郎中 哪有什麼毒藥 令江湖好手都解救不了 是不是 那究竟那些是什麼毒藥 那些就是 天龍門毒一無疑的秘製毒藥 武林人物都聞名喪膽的追命毒龍追 就是用這些毒藥秘製而成 後來還聽田龜龍說 那些藥膏 還加了毒手藥王的毒物 所以健血豐厚 非常之厲害 那你們現在明白了 如果淘伯伯伯不說 真的很難知道葛宗真相 嗯 那還有啊 那天 是天龍門北中鄰籍掌理門戶旗戒門 那田龜龍也選了那天閉門封劍 他大派賢籍 請了百多位江湖上聖名的英雄 我和他是老兄弟 又是親家 當然是早幾天去幫他手 那照天龍門的門規 北中席門和天龍門的劍抱 歷祖終蝶 以及那把鎮山之寶的寶刀 都要交給南中接獎 印吉兄 你是南中掌門 我有沒有說錯啊 沒有 你說得好 嗯 那你這位 威震天南的 恩吉大財主 早幾天就應該已經到了 那田龜龍有沒有把劍抱 終蝶和寶刀 按照早份交給你呢 請你說 好了 唉 這件事 如果屠債主不提起 在下也不想對外人說 不過其中 實在大有QK 在下若過隱瞞不說 這個儀團永遠都打不開 那你不就照直說 好 那天田師兄宴客之後 他就回到內堂 按照歷來的規矩 他要匯集南北兩中的門人 拜過闖王 闖派宗師 和歷代掌門的神位之後 就要把寶刀全交給在下 誰知道他進去了 就沒有出來了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那一直等到半夜 才見到清文侄女出來跟我說 他說他爹身體不舒服 要等到明天才交代 你是這麼說的, 清文 是, 我說過 這樣也有 但是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 田師兄在謝客敬酒的時候 都不知道多精神 為什麼會突然間不舒服呢 說開又說 傳譜壽刀 只要拜一拜列祖列宗 一陣的時間就可以了 又要等到第二天呢 難道田師兄 不肯交出寶刀故意拖延 二人師兄 你這麼想就不對了 為什麼不對 那天如果你只是為了授袍授刀而來 那田師哥早就給了你 但是你請了很多別門別派的高手一起來 那又是什麼居心 沒有, 我沒有什麼居心 哼, 你是想接受了普蝶寶刀之後 就逼我們南北貴宗 讓你做一個獨一無二的掌門人 那時候田師哥已經封了劍 又不能夠再動武 你人多世眾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是嗎? 你不可以這麼說 天龍門分為南北兩宗 原本是屬於權宜之計 當年田師兄初掌北宗 他何嘗不想歸併立宗呢 就算兄弟想兩宗合一 發揚光大天龍門 也是一件好事來 誰都好過遠師兄你老人家 極力排擠雲奇私宅 自己想做掌門 那後來又怎麼樣? 後來我回到房間 跟南中的私底商量 大家都認為田師兄可能另有計謀 千萬不要受他欺騙 同時還供舉我去查明真相 那我就去田師兄的臥室那裡探病 看見清文侄女 哭得眼都紅了 還在門口攔著我說 爹睡了, 多謝你關心了 那我見他神色有意 我就想著 田師兄如果真的病了 都不會是甚麼大病來的 他不用哭得那麼緊要 其中一定有古怪 所以我大約過了半個時辰 又試去探病 沒錯了 你探病, 探甚麼病? 在房間外探病的嗎? 好, 就算我是偷聽又怎麼樣 是啊, 我是在窗口外面 但是我聽見田師兄這樣說 他說 你不用逼我 今天我閉末封劍 當著這麼多江湖豪傑面前 把天龍門北中的掌門 傳給雲奇 怎麼可以改 你逼我把掌門讓給你 這樣太遲了 那時候我又聽到你這樣說 你說我怎麼逼你 但是雲奇和清雯做出這樣的事 連兒子都生了 這些是雙風敗俗的事 大犯入界 本門雙雙下下 有誰回覆他 齊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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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了 你好事多為 我拿你的命 齊齊 你別聽我亂說 我去找了一陣子 嚇死你 好, 你們不要打 你們不要打 齊姑娘 齊姑娘, 扶田姑娘去休息一下 是, 小姐 你們別動不動就打才行 大家坐下聽欣叔叔怎麼說 是呀 坐下 欣叔叔, 那怎麼辦 好, 讓我告訴你們 那時候我聽到田師兄 有一年說了幾句 作業, 報應, 作業, 報應 稍後他又說 這件事明天才說 你出去叫子安來 我有話跟他說 那時候 遠師兄還想爭辯 田師兄就拍起床 罵他 他說 你不是想逼死我嗎 後來我又聽到他說 他說這些是自己的家囚 跟我們南宗無關 所以 遠師兄出來之前 我已經靜靜走回自己的房間了 怪不得那晚 我跟田師兄說完出來 看到一個黑影一閃 我用大聲問 哪個九集中在偷聽 原來那個九集中 就是恩師兄 真是得罪了 不知者不罪 不用這麼客氣 好, 現在輪到我說了 既然大家都不要臉 那我 我亦無謂再隱瞞 我 子安 你不用難過 現在她又沒過門 又沒點了我們的家姓 是 以前我每次去田家 清文妹在人多的時候 總是臉都紅色地避開我 不跟我說話 等到沒有人的時候 我們才親親密密地聊聊天 我每次都帶手信去送給她 她當然是收回那個荷包 或者是一件背心送給我的 那… 子安 我都說叫你不要傷心 是 這次田伯父閉門封劍 我滿懷高興和爹去 但是當我看到清文妹 她用眼潮水 好像大病一腸一樣 當我一有機會 我就去問她 她吞吞吐吐不肯說 我再問她兩句 她還發脾氣罵我 她從此就不再理會我 當時你還傻子 你還傻子 是呀 那晚喝完酒 我在後花園那個梁婷碰到她 我看她眼睛哭得紅色 我還以為是因為我 那我向她認錯 我說清文妹 一天都是我不好 你不要生氣 誰知道她臉色一沉 又發脾氣 她說 如果真的你不好 那就算了 但是偏偏是另一個不好 我還是死了就好過了 當時我真的不知道什麼 而她 她又生氣得走開了 哼 那時候 你還是死心不識的 爹 那你不能怪我 當時我越想就越不安樂 我又靜靜走去那個槍那裡 輕輕地彈了三下 為什麼要三下? 多幾下不行嗎? 這三下是我跟她的暗號 誰知我彈了兩次 裡面也沒有反應 我覺得奇怪 偶然把槍推開了 竟然被我推開了 我看裡面 真的嚇得什麼都不見了 我因為急著要見清文妹 所以就在槍口裡跳了去 屠子安 你三更半夜偷入人家的閨房 你想怎麼樣? 喂 曹雲奇 你不記得我和清文妹 是未婚夫妻嗎? 你還好意思說 那你見不見到田姑娘? 就是見不見 那我走到床後 隱約看到床前有一雙鞋 我就鼓起勇氣揭開羅漿 伸手把被子摸 你也是欠不下的 爹, 你猜我摸到什麼? 什麼? 清文妹不在 但是我摸到一個 摸到一個好像包袱那樣的東西 什麼?包袱? 沒錯, 我就覺得奇怪 摸真的一點 原來那個小孩子 我看了一下 發現那個小孩子全身冰冷 已經死了很久了 什麼? 看來是被被子捕死的 是 苗姑娘, 你打破了茶杯 我…我很害怕 那後來怎麼樣? 當時我也嚇了一跳 我幾乎想大叫 我看到了 那時候就有腳步聲走進來 我看他走不及, 就進去床下 那個人進來之後就坐在床後 還哭起來 原來他就是清文妹 他抱著死的小孩子在哭 他又疼過小孩子又哭 他還說, 兒子 你不能怪我 你不能怪我親手害你 現在我的心 好像比刀哥一樣 但是如果你不死 就要我死 那是沒辦法的 那真是慘了 我在床底聽到 也無骨悚言 同時也知道 他不知道跟哪個狗賊師通 生了這個兒子 那他抱著這個孩子哭了一會兒之後 他就起來披了一件蜂蜂 走出去 那我就靜靜跟著他 當時我的心 真是有悲有憤 我要找出誰是姦夫 唉, 子安 你說就說吧 這麼激憤幹什麼 我看他走出後院 他在牆邊拿了一把鏟 然後就越長而去 所以我一直遠遠跟著他 走了半里路 就去到一個墳場 他拿起鐵鏟 想挖的時候 忽然聽到一些東西 他就當堂蹲下 那他聽到什麼, 這麼緊張 他聽到塑像之外 有掘地的聲音 他立刻蹲下 然後慢慢爬過去看 我也跟著他 我看見遠遠那裡 有一座墳墓 在墳墓旁邊 有個燈籠插在那裡 照著一個黑影在那裡掘地 是不是那些稻墳賊 當初我想也是 但是後來看真一下 他不是掘墳 他是掘個大洞 真是想買些什麼 沒多久 我看見他拿著長長的包袱 把這個包袱 扔進大洞裡 然後又用泥蓋住他 當他轉身的時候 那些火光照在他的臉上 我看清楚他是誰 那他是誰 我也想不到 原來他是周雲陽周師兄 什麼是他 沒錯 當時我真的不明白 我以為他跟清文妹私通 但是清文妹一發現他的時候 他就立刻蹲下 又不出聲 又不去見他 周師兄就用泥蓋住 臉上鋪一層草 然後他看過沒有什麼痕跡 就走了 清文妹等他走了之後 就立刻埋葬了那個孩子 然後再掘開周師兄的大洞 那我看當時他不掘 你也會掘的 那就是了 誰知道他掘了兩掘 周師兄突然在墳墓後走出來 他說 清文妹, 你幹什麼 清文妹就嚇了一跳 連鐵鏟也摘到地上 好, 這樣情形之下 如果是我, 嚇死得像 那你又不用這麼小膽 周師兄跟著就說 現在你就知道我埋了什麼在這裡 但是我也知道你埋了什麼在這裡 要門的就一起門 不是就一拍兩散, 大家鬥穿 清文妹當然不想 於是大家分別起了個毒石 約定互相隱瞞 然後大家就回去 那你一樣是靜靜跟著他們 是, 不過我手裡 就多了兩支毒鏢 你要來幹什麼 如果我看到他們兩個有什麼親熱的神態 或者有半句話是我聽不入耳的話 我就一標殺了他們兩個 我知道當然沒事了 沒錯, 他們在墳墓走回去之後 大家遠遠隔開 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清文妹回到自己房間 就不斷哭 當時我思潮起伏 也不知道想有多少個 對待清文妹的惡毒辦法 結果, 我認為要不動聲聲 讓查明誰是姦夫再說 我垂頭喪氣走回自己房間 那時候, 爹已經睡了 我坐在這裡胡思亂想 也不知道想了多久 突然間, 遠師叔進來 他說田伯父有話跟我說 當時我心想 他當然要我退婚了 所以我為了安全起見 就叫寫爹, 叫他防備下 而我自己就帶備兵人暗器 連同弓箭都藏在牆袍裡 那你什麼都帶齊了 苗姑娘, 所謂有備無患 還說有備無患 我說好患無窮 爹, 這些是我猜不到的 那我去到田伯父的房間 看見他躺在床上 眼光光地看著床頂 雙手還拿著一張白紙 他也不知道我進來 那我假裝咳嗽兩聲 他一見我 就馬上塞了紙進皮底了 《金融武俠天地之》 《雪山飛湖》第十一回 《金融武俠天地之》 《遊閃紀言編道》 《金融原著》 《泛洋改編》 並且由朱萬寺, 陳鼎球, 溫泉, 劉安東, 姚秀寧, 林有榮, 張志輝, 莫家驅等聯合播出 《浪海惠天地と美貴門》 《 Felton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